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日前捷克东南部遭受龙卷风袭击 造成至少5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对此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坤在社交媒体发文哀悼 表示台湾人民要与捷克人民站在一起 还称我们都是捷克人 此话一出 立即引发岛内民众强烈反弹 有网友痛批 台湾受疫情影响 已病亡600多人 你还记得自己是台湾人吗 你们这些政客的心难道是铁做的 早在去年9月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不顾总统泽曼反对 执意窜访台湾并宣称我是台湾人 对此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曾明确表示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 对于捷克参议长这种公开挑衅的反华行为 中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必将让其付出沉重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